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父亲率佣毕业于黄浦军校二期 原中国国民党少将 2009年 得知祖父的墓碑被发现 率化民迫不及待地回乡寻根 也是那次回乡 听宗亲讲起当年父亲每次回村 都在村口下马进村 他便记住了这种家族传统 父亲多次跟我们提及家乡以及他给祖父修的墓 这么多年都是宗亲们帮我们扫墓 内心非常感动 2017年率式祠堂去宫 率化民携全家老小一道回乡参加仪式 并再次回乡祭祖扫墓 时隔七年 率化民惊叹于家乡的变化 上次回来时这里都是土路 如今面貌焕然一新 新修了一条柏油路 也新盖了很多漂亮的房子 率化民表示 乡村面貌大大改善的同时 乡亲们的热情与前两次无异 所以无论时间推移 乡土亲情 永远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清洁 我们中国人讲究 慎中追缘 这是一种纽带 这种祖传的美德和精神需要我们共同的传承与发扬 在江西的一周时间里 率化民先后参观了凤新县天宫师地体育公园 休水县双井黄亭坚固里 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 南昌八一起纪念馆等地 亲身感受了江西的红色 绿色和古色 对家乡的大美风光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有了更直接深入的了解 我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 不知道还能回江西几次 所以趁现在腿脚还行 再回来扫一次墓 这次有机会在乡亲的带领下 把我们帅家到江西的第一代士族和第九代士族的墓 以及我自己祖父的墓都扫了一下 帅话民说 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故土情怀